弟弟记录中国法治庆堂 今日说法 上班时间弟弟突发急症死亡 责任到底在谁 你说跟我们有关吗 因为他是生毛病似的 他说我再干个一年我不想干了 他说压力太重了 为什么死亡证明上却写着哥哥的名字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 唐氏兄弟的故事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中国管理研究院 劳动法律研究所的左翔齐教授 左老师9月份 劳动者有两件事情应该关注 第一件事情就是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条例 9月19号正式公布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 今年的9月 要开始全国范围的 劳动合同法实施的一个大检查 应该说劳动合同法 从它正式实施的那一天开始 就特别引起大家的注意 它关注着每一个人的命运 而我们今天讲到的发生在上海的那个事情 也是因为劳动合同引起第一次纠纷 而这次纠纷的发生 多多少少有些蹊跷 2007年9月28日下午2点45分左右 上海的唐春妍 突然接到父亲唐新雄上班的敬老院 打来的电话 告诉我说我爸爸就说生病了 然后出事也做不了 就打了120送到人际医院了 然后赶紧过去 唐春妍说当时接到这样的电话 着实让他着急了一下 但是想到爸爸平时身体比较好 这次可能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当他赶到医院时 抢救室内的一幕 让唐春妍怎么也不敢相信 父亲的突然离去 一时间让唐春妍无法接受 昨天在电话里 还跟自己说说笑笑的爸爸 怎么现在就躺在医院里 一动不动了 爸爸到底怎么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医生告诉他 因为他的父亲死亡迅速 医院无法进行更细致的检查 只能从症状上分析原因 这种我们以前叫急性关脉综合症 就是我们平常知道的 急性心肌梗死这一类的情况 还有一种最常见 就是主动脉加成 就加成瘤破裂了 因为他的血管失裂之后 一下子也会胸梦胸痛啊 得这两个病就是突发死亡 他有没有什么诱因 诱因的话呢 就是说像加成瘤的话 一般来说 就是说有一部分人可能会 比如说突然会胸腔里面用力 就压力高了这种有关系 医生告诉唐春妍 此类心血管病的诱因很多 很可能是压力所致 由于父亲唐新雄是一天24小时 吃住工作在敬老院 并发钱的情况家属并不知情 但是听完医生的一席话 唐春妍的母亲突然想到 前段时间丈夫的抱怨 唐春妍的母亲告诉我们 丈夫从2005年53岁时 就签约到了上海基校敬老院 干些打杂的灵活 希望能够补贴点家用 三年多来 唐新雄在敬老院的表现一直不错 工作也深受好评 但是近来却常常抱怨工作劳累 所以他认为 丈夫的突然离去 肯定是工作压力过大所致 对此敬老院却进行了否认 他一般的就是搞总务工作 搞总务的 搞总务就是后勤一般的 就是仓库里就是老房用品啊 老人的就是用品发一发 敬老院的王主管称 唐新雄在敬老院 主要负责看大门和仓库 工作并不辛苦 更谈不上压力 其次唐新雄的这次突然犯病 是在不用工作的午休时间 就更没有压力可言了 我们是每天一点半开办会 大概两点钟的样子 我看这么唐新雄 怎么还没找到人 那么我就去看一下 我就看怎么到现在还没上班 我一看 他在床上躺着 躺着呢我就去教堂 我把老唐你怎么还不来上 还不上班 我就很生气的样子 我都年底也中了 你怎么还不上班 你睡过头了 他说哎呦 我今天心里很不舒服的 他说你让我再睡一会 我说我你要紧吧 他说不要紧的 睡一会就好了 王主管回忆到 虽然当时唐新雄 说自己并不要紧 但是他看到躺在床上的唐新雄 满头大汗 嘴唇惨白 还是马上叫来了敬老院的医生 王主管说唐新雄是午休时后犯的病 从两点发现到送到医院 前后不出一个小时 谁也没有想到唐新雄会突然死亡 那么唐新雄突然犯病 是不是像王主管所说的 是在一点半的午休时间呢 记者也在养老院 询问了一位认识唐新雄的老人 我们是吃饭的 他在哪里吃饭的 他说我进去饭不要吃 今天中午不要吃饭 为什么 为什么要回家呢 为什么要回家呢 不知道啊 我又回家 到医生去回家 到家 倒了 那时候 那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发生这事了 他还没吃 那在哪倒的呢 在饭堂倒的 然后倒了之后怎么就昏迷了 就送医院了 几点的事啊 大概是 老人回忆说 唐新雄在去世当天中午12点午餐的时间 就突然犯病倒在了食堂 对此 唐新雄的家人认为 唐新雄的突然离去 是上班的时间 在上班的地点发生的 这应该属于工伤 所以在办完丧事之后 他们向敬老院提出了 工伤赔偿的请求 对于唐新雄家人提出的赔偿请求 敬老院并不同意 王主管坚持认为 唐新雄是在午休时间发病的 而且敬老院的环境很宽松 并不会给员工带来压力 所以唐新雄的死亡和敬老院没有任何关系 完全是由于自身身体不好导致的 这并不能构成工伤 就在双方对此争执不休的时候 敬老院突然发现了一个证据 这个证据 足以让他们认为 唐新雄和敬老院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这份证据是医院给唐新雄开出的死亡证明 死者的名字一栏里 不是大家熟悉的唐新雄 而改成了唐桂雄 这时候唐桂雄的妻子才说出了一个隐瞒了三年的秘密 我知道因为养老院里面呢 他要个开门的 开门的呢 他当时的时候 他就需要一个是男的 男同志的 而且呢 他是需要一个上海户口的 这样 妻子说 丈夫其实叫唐桂雄 他们两口子是江苏人 三年前来到上海打工 急于找到一份工作的唐桂雄 看到了敬老院的招聘广告 唯一的要求就是需要一名上海户口的退休男性 为了供女儿上大学 丈夫想到了 比自己小两岁的同胞弟弟唐新雄 正好是上海户口 而且退休 符合招聘条件 他叫他 我到上海来打工 人家介绍过来 到这个单位打工 但是要有上海的就是户口 身份证 手保卡 那么就问我接一下 然后我把退休证还什么都借给他 然后他就问他弟弟借了一套 一套身份证 还有户口本 还有那个退休证 还有那个社保卡 就这样 猫命顶气的进去了 弟弟唐新雄告诉我们 当年考虑到哥哥唐桂雄家庭困难 所以当哥哥提出请求后 他没有犹豫 就把所有的证件借给了哥哥 就这样 唐桂雄在敬老院里 以唐新雄的身份 一干就是三年 谁也没有想到 哥哥会意外离去 当这个秘密公布以后 敬老院也有了自己的说法 如果说敬老院 来为这个唐桂雄的死亡 来支付这笔费用的话 那我觉得挺愿意 因为你本来就隐瞒了你的真实的一个身份情况 敬老院的代理人认为 他们和唐桂雄连劳动关系都不存在 那就更谈不上工伤了 对此 唐桂雄的女儿却认为 即使父亲隐瞒在先 但是敬老院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 从劳动合同上 就是条文的那个上面 确实我把梦用他自己的名字 唐桂雄跟院方签订 就是书面的一个劳动合同 但是他在那边确实已经工作了 应该13年时间吧 我认为是存在世事劳动关系 唐春妍说 当年父亲是顶替了叔叔的名字去应聘 是为了找工作方便 这些都无法否定 父亲和敬老院形成了世事劳动关系 造成工伤的这个事实 在双方多次交涉未果后 2008年5月 唐春妍一家只好求助于上海市劳动局 希望能够认定唐桂雄的工伤事实 在材料送到劳动局以后呢 他们认为就是这个呢 就是身份不明确 劳动关系是不能确认的 所以要求我们依据上海市相关的法律规定 新对于劳动关系这个层面上进行一个诉讼 上海市劳动局认为工伤的前提是死者必须和敬老院存在劳动关系 但是死亡证明上的人名和劳动合同上的人名不一致 所以无法给出工伤认定 在这种情况下 2008年5月21日 唐春妍和母亲把上海市绩效敬老院告上了法庭 要求法院认定唐桂雄和敬老院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左老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纠纷 就是有人在工作的时间不舒服 但是阔虎午休时间 但是他是在整个工作时段不舒服 这个时候发生了急症 然后最后导致了一系列的后果 那么这到底算不算工伤 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础定性的问题 对 就是认定一个工伤 我们国家是有国务院的工伤保险条例的一些具体规定 你符合法定的那些可以认定工伤的条件的时候 就有可能被认定为工伤 但是像他这种 就是说是必定是因为疾病死亡 而不是一种比如说职业上的伤害 那么所以像他这种情况应该说肯定不是工伤 但是我们工伤保险条例里边 专门有一种虽然不是工伤 但是会把它看成工伤 我们叫做视同工伤 那么这个条款的规定是说 就是职工如果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突发疾病死亡 或者经抢救48小时之内死亡 这个可以视同工伤 那么视同工伤它享受的待遇跟工伤是完全一样的 在这个事件当中的第二个争议点就是身份问题 这个身份问题有点麻烦 家属也说得很清楚了 当时之所以来冒名 是因为他要上海户口 所以冒弟弟的名 请问这种冒名的情况下 签了这劳动合同 有效性我们怎么判断 那么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就是采用欺诈手段 使对方违背了真实意思情况下 定立的劳动合同 那应该是无效合同 所以这个劳动合同 我觉得认定无效应该是比较准确的一个认定 但是作为死者的女儿来说 她认为不管我是隐瞒身份也好 现在的一个事实是 老头在这干了三年多了 老头付出劳动了 也干活了 那你现在如果说这合同无效 难道那三年大家没关系吗 那倒不是 他这个合同的无效 并不能抹杀事实 我付出劳动我就得拿工资 事实关系已经形成了 所以即便合同无效 也不意味着企业就此 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然后该承担的一点都不承担了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把以前的说抹掉就一笔抹掉 死者的女儿认为实在无法接受 那么法院最终会怎么样来认定 这个劳动者和企业之间的合同 怎么样来处理这次有些蹊跷的劳动纠纷 2008年7月21日 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在法庭上 唐贵雄的家人向法院提供了 印有唐贵雄照片的工作证 以及他在敬老院工作时期的照片 工资条等证据 用以证明在敬老院工作的 正是唐贵雄本人 2008年8月20日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做出了一审判决 就是唐贵雄这个使者是冒充了他弟弟的名义签订的 因此这个劳动合同我认为是无效的 他虽然用了弟弟的身份 但是他实际上是由他来履行了一个职业性的劳动 而且养老院也支付了劳动报酬 这一点上方在庭审中已经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我确定了他们的劳动关系是确实存在的 法院最后判定唐贵雄和敬老院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这样的结果让唐春言很欣慰 这就意味着接下来他可以去帮死去的父亲 向劳动局申请工伤认定 我觉得非常认可他的判决 觉得确实是存在实施劳动关系 然后如果他们在固定市场内没有上诉的话 那我们律师这边也会成全带领我们去申请工伤的认定 对于一审的判决结果 绩效敬老院不服提起上诉 目前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一方面我们要承认死者确实有隐瞒 甚至于我们说的严重一点有欺诈的地方 但是他们事实的劳动关系是存在 刚才我们讲到9月19号是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条例的颁布 而且从去年到今年又一年多的磨合期之后 劳动合同法应该说现在也在逐步的完善 那么像这种情况有没有更加详细的这种规范式的规定 它的规定主要是说如果是有欺诈因素 导致对方在违背真实议题的情况下定理的劳动合同就是一种无效 就是说你合同就可以解除掉 诚信可能是减少用功方和背顾用方之间各种各样的纠纷和麻烦的答案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左老师在一起来讲讨论 明天独立时间接着说法再见